谢谢刚刚老师这么精彩的授课 经过今天的学习 我又成长了更多 那对于刚刚的影言人的介绍 我学到最深刻的一点就是 老师刚刚讲的话 这个人明明他是五分 那就是要他告诉他 告诉他十二分 让他很受到尊重的出场 崩光的出场 这个是我刚刚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接下来我请其他同学继续来帮我们分享 我们第一个先欢迎我们 请大家热烈掌声鼓勵鼓勵 老师的教导之下 我觉得以言人就是要尽量尽量的把 最好最棒的 让他风风光光的上台演讲 然后大家就会很尽量 这是我这样分享的 那接下来我们请丽卢学姐帮我们分享 大家掌声热烈鼓勵鼓勵 主任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分享一下刚刚听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比较弱的地方就是跟现场的人有一些互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克服确场 那就是整体的气氛就不会那么的热弱 对这是今天又在学习到的一个新的一个点 那好我刚才听到那个 老师在跟我们讲说那个隐言人要怎么去介绍 有的人来参加活动可能是被骗了的还是什么的 那你一个隐言人的话 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老师 我把他讲得非常非常好 让台下听的观众的话他有一个期待感 他充满期待感的话 他就做得住 然后让台下的观众认为说他辞为票价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后场老师精彩的这个讲课 那我也提到因为刚刚很多重点 就是其实我们事先了解到我们的一个老师还是主讲者的一个背景 然后收集相关的资料 这个也很重要 要做一个比较好的开场 到时候会自己持穷说 我也不了解说今天是到底是什么活动 那讲师的背景是什么 那如果我们可以花点时间事先去了解 就可以让我们的一个隐言更加的完美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我对隐言人的口词要清晰 口词清晰其实相对的 对要介绍这一位重要的人物的话 才能够让台下的人能够了解的更清楚 你准备的一些资料 也才能够让台下的人感受的会更深刻 以上是我的一个小小见解 我觉得隐言人 如果在开场的时候做一些小礼物啊 来吸引观众 我今天你小孩 你小孩 今天这有小礼物哦 还有那个猜谜游戏哦 就会出造说更多人会过来 那个欢乐的时光走势过得特别快 从第一次学到的自我介绍 再来学到上个一半学到的是如何克服上台紧张 那到今天早上学到的就是我们那个怎么准备备告 那刚刚的隐言人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收获满满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的身边跟你一样有共同困擾 上台会紧张的 就把他介绍来找后餐老师 好 好 好那已经接近了尾声 那再提醒大家就是 我们下个礼拜有一个我们结业的聚餐 那也邀请大家热情的参与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那博博一下 新的朋友说你因为小孩子今天万证节啊 好的 万证节是在考验家长